约翰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 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耶稣称约翰是一位最伟大的人 约翰曾论到耶稣说 我就是替他解鞋带 做一个奴仆所做的工作 我也不配 约翰没有行过神迹 他没有领受行神迹奇事 引起他人敬仰的恩赐 但是他静静地 谦卑地为耶稣做见证 百姓也相信他 他不做无谓的论述 说一句算一句 他的生活 他的为人 为他所讲过的一切话 加上一个据点 百姓相信约翰所做的见证 因此他们也相信耶稣 耶稣称约翰为一个伟人 主啊 我也没有行过神迹 就我生活的外表来看 也没有什么伟大之处 但求你赐我恩典 使他人也能论到我说 这人所说的话都是真的 因为我言行合一 他人也就相信我 为耶稣所做的见证 而相信耶稣 约翰福音十章四十一节 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 但约翰指着这人 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感谢观看